五都选举蓝绿大战分天下 捉对厮杀 晋升肉搏超激动 9月13号起 中天官网直播平台 五都群侠online 暴重播出 张胜宇主持 伺服器全面加开 接触来关心的是 公共卫生的议题 到东南亚旅游要特别小心 这家知名的受险公司 办了员工旅游地点是吴歌窟 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呢 有四个人发烧腹泻 经过确诊 他们感染的是 智贺式的立即改军 五歌窟的美景 很多人都想到此一游 国内一家知名的受险公司 9月初到五歌窟去举行员工旅游 回台的时候 没想到七个人 出现了发烧跟腹泻的症状 四个人当场验出感染立即 发觉他在国外的时候 是的确是有吃一些的生菜 还有喝一些的果汁 那当然也有一些的水产品 那但是生菜跟果汁的时候 我们特别呼吁 一般民众可能不会觉得说 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他用是不干净的水 或者他果汁用的冰块 是不干净的水去做成的 那的确是很容易中降 进一步调查之后 同团的团员另外还有51个人 在旅途中也出现了发烧腹泻的症状 经过治疗后 目前已无大碍 疾管局提醒 国人经常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旅游 一定要特别注意当地的用水和食物卫生 否则立即有可能会透过粪便传染 会 这会有 这的确是会传染 而且传染性很强 所以说现在全省各卫生单位的话 大概都已经在积极地追踪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家人的健康 要避免被传染 平常就要勤洗手 而疾管局也统计 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出现了47例境外移入的赶军性立即 如果要到东南亚 或者中国大陆旅游的国人 得注意尽量不要吃没煮熟的食物 喝不干净的水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